看看新闻榜 近日的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向外界公开承认自己接受了乳房组织的切除手术 消息已经传出众人震惊万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安吉丽娜朱莉手术的结果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月14号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名为我的医疗选择的文章 向外界承认接受了切除乳房组织手术 一时间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做出如此令人震惊的选择 安吉丽娜朱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家族遗传基因缺陷 38岁的她被查出有87%的可能性会患上乳癌 为了降低患癌的风险 安吉丽娜朱莉在今年2月接受手术将双侧乳腺切除 安吉丽娜朱莉之所以能勇敢地做出这个抗癌的举动 跟母亲对她的影响密不可分 我的母亲同癌症抗争了近10年 最后还是在56岁那年不幸去世 她坚持了那么多年 见到了她的外孙 拥抱他们 照料他们 但可惜的是因为癌症 我的其他几个孩子最终还是没能见她一面 也无法亲身感受到 他们的外婆是个多么优雅的女性 安吉丽娜朱莉的母亲 因为患有乳腺癌于2007年去世 这也成为了安吉丽娜朱莉永远的伤痛 母亲在近10年里和乳腺癌所做的抗争 作为女儿的安吉丽娜朱莉全都看在眼里 这也大大加上了她同癌症抗争到底的决心 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样 永远失去母亲 安吉丽娜朱莉最终决定进行手术 据报道 手术早在4月27号结束 目前安吉丽娜朱莉已经完成乳房的重建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 安吉丽娜朱莉在手术期间一边继续工作 一边保守秘密 经过手术朱莉患乳腺癌的可能性 如今已经从87%下降到了5% 安吉丽娜朱莉在文章中 感谢未婚夫布拉德·皮特的爱护和支持 而皮特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表达对未婚妻的支持 称朱莉的行为有气非凡 作为最先知道朱莉决定的人 我觉得她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女性 都是非常勇敢的 我要感谢我们的医疗团队 根据国外娱乐媒体的最新报道 手术后的朱莉非常渴望嫁人 已经相守了八年的朱莉和皮特 在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后 决定尽早合婚 娱乐新年地向勇士知性综合报道